有可能是因為麥克風使用的問題 還有一個唱歌的習慣 也是這樣的問題 再來提到 有一個唱作居家的作儀師 我真佩服他的勇氣 其實他第一首唱的那個曲子 他的唱作居家 那個表現比他歌聲更來得有吸引力 後面有一位半唱作儀師 他也是很美 唱這個阿 兩個阿 兩個阿的那個音量控制 控制的恰到好處 但唯一的也是要提出來 安時一下 因為可能卓醫師還比較緊張 所以音種問題一直都飄 有時候抓到有時候跑掉 有時候抓到有時候跑掉 當這個時候半唱人 其實半唱人確實功力要更高一點 如果看他演總要說 你不能再唱半奏的神 或要怎麼更厲害 你要幫他唱主旋律 讓他拉回來 然後穩定的時候 你再來半唱會更好一點 我們還是謝謝這兩位醫師 有時候大家鼓掌 對 對 後來休假 這個是引起大家的 大家這樣子的一個共犯 但說實在 我們也很難下個局評 他應該拿七分 他以這種感染力來講 實在是第一名 所以我們還是以音樂為主 這個地方就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標本還是要放在音樂上 還有一位醫師我也稍微提一下 我去年就注意到他 他其實音樂的張力很強 我還是忘了他叫什麼醫師 我還是忘了他叫什麼醫師 也應該在第二組裡頭看一下 那個 我記得那一位女醫師之前的 我明白嗎 呂醫師 呂醫師是嗎 呂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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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的好投入 啊 它每年唱歌 我覺得都很好 她那個感覺非常好 唯一就是那個大們小 是痛痴 也是一樣 突然間就會有一個絲 爆出來 這個有些人都有犯弭的毛病 呂醫師 你有這樣的一些小問題 那否則的話 我是覺得您很好 因為你的音色非常好 低音温厚 中音� ein仑美 高音也有劲就對了 這個是你的優點 那就是把這些再稍微多一些改善的話 我相信絕對只是可待 台上的舞台幾乎都是你的掌聲 那林仁華醫師也是有這樣的一個問題 他的高音比較單薄 低音又好薄 低音又唱不太下去 所以他的音域放得比較窄一點 那像這種情況 其實我在家裡跟他試過好多期了 我以為都長好多期 到最後還是不太一樣 到最後出現了 實際上在台上表現出來 還是有點差距 那如果說有機會的話 下一次